马云九观众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台湾大头条 顶星未夹五分钟筹出了一亿元 让魏维英冲已经交保了 只是马云九总统在搞自救吗 他到底是不是顶星的门审呢 我们持续来追踪 先来看关键这一秒 非常感谢 当话要法院的合一体 给我交保的机会 我会遵守合一体的一切 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 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终于可能会有一个答案 其实马云九政府 或者马云九在选举的时候 政治现金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是会有答案 设备是还要再改进 真的要再改进 这个都要 随时都要保养 没保养的话 这个真的是临时有火灾的话 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子有点迷苦 太迷苦了 真的很抱歉 这个事情 在我们征询意见的时候 这个内容 就建筑媒体的报道了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很抱歉 在建筑媒体报道之前 没有先跟苏主席 简报 就是什么抱歉的 你们怎么也在唱 这是来吐槽的 我真的代表很欢乐 大家很勤劳 辛勤的一年 像蜜蜂一样忙碌这样子 好 首先来看魏映冲 他被收押了一百多天之后 今天就这样子交保了 五分钟之内就筹出了一亿 今天大家都在问 如果他能让全台湾的食安 造成这么大的恐慌 一亿就足够了吗 好 跟他们家的财产 比起来是不是不符比例原则呢 整起顶心事件 搞得全台湾鸡飞狗跳 那么魏映冲了这位钱董坐 去年说要到现在 刚好是一百零三天 终于可以在过年前拼回家 好 那么这是不是 早就瞧好了呢 好 我们看到五分钟 就筹出了一亿 然后呢 之前看得出 他们的这个足迹 因为包括65亿的 现银行连贷的A 还出来了 然后呢 30亿基金 搞了那么久 也终于到位了 好 看得出来 然后接下来这一亿呢 A他就被这个交保出去了 好 加起来呢 将近百亿元获得自由 您觉得呢 好 我们来看 外界认为呢 顶心的财力 以及这件事情 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 一亿元换自由 似乎是不符比例原则的 那么之前塑画 即大统游风暴 就负责人 不是交保 就是轻判 这回对上的是 曾经被暗喻是门神的顶心 会不会又重重拿起 然后轻轻放下呢 外界大家都在看 好 我们来看呢 这个魏映冲呢 在凌晨交保之后呢 他就先回酒店去洗澡 去去煤气 然后呢 就是回到一能周处 那么一看到 哇 这么多媒体在守候呢 他的车立刻就开走 那么跟媒体在那边玩捉迷藏 还顾步一阵 在顶心总部前呢 那么另外又放了一个火炉 搞了半天 最后呢 就是在清晨的四点十分 还是呢 县孙在他的走错这边 那么只是呢 在跨火炉的时候呢 不晓得为什么 就这样亮呛 差点跌倒 带你自己 凌晨四点十分 魏映冲步行 回到主错 跨火炉去命运 跨火跨坐脚 要不是有人扶着 可真要摔得很难看 魏映冲在保镖陪伴下 进入晨美堂 没多久一名女子出现 陪着魏映冲焚香祭祖 她是魏家二姐魏军娟 两人向祖先上香报平安 前后大约十五分钟 魏映冲身边跟着八九个人 一路互送离开 人生说大家辛苦了 但先前却跟媒体大碗捉迷藏 就是叫我们准备的 然后备的 然后好像没有 她去哪边了 车子来到主错过门不入 为了甩开媒体 还故意关上主错大门 散布假消息 接着在鼎心总部大门外 摆放火炉 魏家二姐魏娟娟也在这出现 户部一阵 其实魏娟娟从交保一路 陪着魏映冲 还传出改主错风水救人 周刊也报道 鼎心二董魏映交月初跟亲友 在陈美堂音声 据说是神明厅里的官公 神像被重注时 送修后再恭迎回来 巧合的是半年前 神像就毁损 不久就爆出鼎心 饲料油案 家族运势走下坡 为了改运 魏家已经连改两次 阻挫风水 三新闻 许书为 张华报道 而在台北市的街头上 今天发生了 这个吊车变成了杀手 直接把人给碾爆 这样的一个情况 时间在上午九点多 台北市所发生的死亡车祸 好 这是一辆的 27吨重的大型吊车 在行经建国南路 跟仁爱路交叉口的时候 疑似因为视线上的死角 那么当场就撞上了一个 大概84岁的张姓老阿贝 那么您看 这个车子直径的 大概是1.5米的轮胎 这么大 然后它的体积又非常的大 然后这么重的轮胎 直接就压住阿贝的双脚 然后还这样子被拖行 将近30米才停下来 那么老阿贝双脚血肉模糊 由于呢又一直压在那边 也拖不出来 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老先生躺在担架上 表情痛苦 双脚满是鲜血 被医护人员紧急送医急救 肇事的就是这辆大型吊车 歪斜停在路边 地上留下长长刹车痕迹 吊车驾驶一脸惊吓 怎么也没想到 撞上过马路的老先生 85岁的张姓老翁 以似贪快闯红灯 当他走到马路中间时 发现吊车一面而来 他躲避不及 吊车又太重 闪不了 直接撞上 撵过双脚 拖行了30公尺 正好由绿灯变红灯 老先生步伐缓慢 而吊车行经建国路 虽然当时仅有40公里的时速 驾驶也紧急刹车 但还是撵过老先生 拖行将近30公尺 才停下来 早上经过的时候就有看到吊车 然后打横在路中间 然后后面就有看到很多那个消防车跟救护车经过 往那个方向前进 目击民众心有余悸 因为吊车高三公尺 包含吊壁长10公尺 重达26吨 当时时速40公里 至少要在10公尺前就踩刹车 但老先生出现的太突然 再加上吊车视线死角 没来得及避免意外 而可怜的老先生当时只是双脚被压住 却足足拖了十多分钟 才被救出来 大量的出现 让他送医后还是不知 在宣伙黄宝桐离题台北报道 而什么叫做大象治国呢 这是台北市场柯文哲的新语录了 他就任满院 他本身是狮子座的关系 常常自比是狮子 不过这回呢 在接受街坑周刊专访的时候 他把自己比喻成另外一种动物 他说自己像是大象一样 而大象呢 就是这个走着走着 也不管前面是怎么 就给他踩下去了 然后呢 他就形容像郭台铭呢 就是自己跑过来让我踩的 带你来听 他就看到大象走路 大象哦 那个他走路的时候是 那个腿抬 因为他很重 所以他脚抬起来 他是这样甩着走 所以在大象治国 大象在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踢到东西 挤完什么东西 他才抬着 闭头看 哦 这个 把他踩死 比方说一个叫郭台铭 我连骂都没骂他 他自己跑到前面来给我踢 然后就把他扳了 他在一开始跟我讲说 哦 我们那个中间多辛苦啊 说 我怎么办 我就不想听 我就直接跳起来 我说开发全力精灵 营运全力精灵 最高法三百万 然后再也不能对付你了 我就不想听了 就走了 所以是这样 他说 未审宣判 有东西还需要做临床试验吗 有东西不要经过审判过程 直直等性 我们现在只是把他逼上谈判桌 从来而已啊 只有这样 现在比赛才要开始 所以现在 现在才开始要做健身操 开始 每一个都处理啊 一个是三创组的 一个是松烟组的 日盛生 现在今天只要分辨 哇 柯文哲说呢 自己在施政上呢 就像是大象 这个大脚一挥是在必行 这是独到的科室见解 现在又让市民大开眼见的 不过呢 就像他所说的 哎 这些财团呢 都是自己跑来让我踩的 我又没有故意去这样做 不过呢 整个大巨蛋争议 远雄砸了重金 刊登半板广告 那么把争议呢 都归因于 这位十年前退出协力厂商 原始建筑师刘培森 说他索取高额的经费 但是刘培森 今天驳斥了这样的说法 他质疑说呢 这个远雄改变大巨蛋的规格 跟位置 提高商业开发 那么说 接下来恐怕呢 逃生安全 就会是一个大灾难 不过远雄也立刻回应哦 宣称他们大巨蛋 是绝对安全无余的 不过另外来看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的火警非常的多 这回可涉及到 咱们的这个云梯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在高雄古山 今天清晨五点多的时候 有一栋透天座 传出了火警 那么屋主夫妇呢 整个受困在火场里头 消防队出动了 远梯车到场来救援 那么结果呢 这个乘坐箱呢 就消防车升起来的时候 然后呢 升到一半 突然 双的一声呢 整个断裂就故障了 消防队员好紧张哦 这个是 而且他们自己 这个安全有问题 因为差一点就摔下来了 那么现场怎么救 已经呢 这个是大家在大火里头受困了 所以赶快改用梯子 是爬上楼去救人 老夫妇终于是脱困了 可是呢 是差点就这样葬身火空 吓得是欲无伦次 好 我们先带您看 整个云梯车 坠落的惊险过程 清晨五点多 透天错失火 熊熊火车不断窜出 老先生受困顶楼 也看就快被火烧到 云梯车赶到火场 伸起机械手臂 消防队员立刻洒水救人 但下一刻 碰一下好大声 云梯车乘坐箱突然倾斜 上头的消防员 赶紧抓住栏杆 差点跌落 画面递格 再看意外瞬间 当时云梯车距离地面 高度三公尺 升高时机械手臂 就有点卡卡 硬是往上升高十公分后 车厢应声断裂 消防队员挂在半空中 救人反被救 二楼还在超 很大火 现场民众发出惊呼声 接着云梯车立刻降下 另一组人拿梯子爬上楼救人 老夫妇偷昏后 全身被熏黑 连眼睛都睁不开 而且受到严重惊吓 与无伦次 老夫妇送医后 受到轻微畅伤 没有生命危险 起火原因 一次偷天错 二楼电线走火造成 因为堆放的都是易燃物 火势迅速蔓延 波及到隔壁两户民宅 索性没有人受伤 只是救人救到一半 云梯车竟然故障 令人傻眼 没保养的话 这个真的是临时有火灾的话 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它有点离谱 太离谱了 云梯车故障断头 住户大骂太离谱 好险失火偷天错 只有三层牢高 梯子还够得到 如果火警发生在高斗大厦 后果难以想象 3D新闻 屠永全 王树龙 邱少阳 SNG小组高雄 采访不到 好 不止云天车会断裂 还有又出现 违剑夺命的情况 这回是在苗栗 好 苗栗博爱街的三栋 联栋的木造铁皮 昨天发生了火警 结果夺走了 曹西屋主老婆 跟15岁外甥的姓命 那么屋主就很不满了 说抱怨实在是救灾太慢的 说人都救出来啊 可是却没有救护车 雄雄大火猛烈燃烧 火蛇不断地从铁皮窜出 还传出爆炸声响 曹西屋主从三楼逃出 焦急站在一旁 因为他48岁的老婆 和15岁的何姓外甥 还在屋内 等了半个小时 屋主外甥在一楼被救出来 紧急送医 接着屋主的老婆 也在二楼被发现 家属焦急地呼喊名字 但现场居然没有救护车 家属情绪激动 破口大骂 救护车来我姐姐 送医的两人伤重不治 家属质疑救护人员 救灾不利 他讲里面有两个人来骑救 在床上骑救 做作很慢 然后找到人又没有救护车 我觉得这个救护车效率 十分慢 这场火警在27号晚上 九点三十一分货报 八分钟救灾车到场 十点十三分找到屋主外甥 十点十六分才找到屋主老婆 但是第二辆的救护车 在十点十四分才加派 救出来没有救护车 才敢用指挥车充当 一下车我问他说 这边有没有人受困 他说没有 上面的核心少年是担心家庭 母亲在台中工作 阿姨将他当作儿子抚养 原本母亲打算牵户口 将他接回台中同住 没想到才放假第一天 一场火灾 让母子从此天人永隔 三级鼠人蔡文渊 杨利报导 大家的食品安全的部分 一亿元 魏映冲今天被交报出来了 领先的前董事长魏映冲搜邮案 他被收押了总共103天 那么今天凌晨被放出来 理由是说他已经没有串政之余 所以财地一亿元交保 但是限制住居 那么魏嘉呢 立刻展现他们雄厚的财力 好 但你来看呢 直接五分钟之内呢 他们就筹出了有一亿元的现金 然后呢 一捆一捆都是2000元捆在一起的 分了三个这个袋子呢 就直接送到现场去了 重获自由的第一件事情呢 魏映冲先到饭店梳洗 然后呢 回老家 过火去煤气 然后连夜驱车 就回到台北地宝的家 今天中午12点前 就按照法官的预令 他必须到派出所去报道 那么一走出派出所 民众就出来呛瞎咯了 就说你驱车 你们家产的这个黑心油啦 讽刺说呢 他饶饭了这个之后 这个吃了饶饭之后呢 人都散去呀 就说那你接下来要进步 就去补这个顶星 黑心油 代理自己 搜涌案交保第一天 就被民众怒呛 魏映冲用余光瞄了一眼声音来源 难眼尴尬 几乎落光而逃 但几分钟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疑似高人指点来派出所报道时 一派气定神贤 贯彻不认罪态度 虽然少了昔日霸气 但气色不错 一点也看不出 跟法官哭诉的身体不好 按照法官预令 在中午12点以前跟警方签到 就是魏映冲以后每天行程 搜涌案吃了103天劳饭 恰好在食安基金到位后 交保出现转机 我家感觉怎么样 我家感觉怎么样 周二晚间魏映冲长梅峰陈茂家跟越南大幸福负责人 杨正义 再次巨状申请交保 魏映冲在庭上突然哽咽 哭诉自己有高血压 社户线疾病 收押害的儿子婚事延期 员工无法安心过年 大打悲情牌 法官考量没有串政之余 裁定一亿元交保限制住居 地保豪宅必须每天向警局报道 而魏家人仿佛知道会交保 凌晨一点半交保裁定 魏家人只花了短短五分钟就搬来一亿元现钞 由二姐魏娟娟办理手续 让魏映冲火速在两点半不出地院 到饭店梳洗后 四点十分回到老家 陈美堂过火去美运 至于常梅峰 陈茂家也获准以五百万交保 限制住居 每个星期要向警局报到 同样获准五百万交保的杨正义 家属筹不出保金才定还押 一旦凑足金额就能交保 但检方认为 魏映冲海外资金尚未明确交代 串政理由没有消灭 决定在收到裁定书五天内正式抗告 所有案相关人等能否在家过年 可能还有变数 三立新闻许数位潘颖文 林博焱 SNG小组张华采访报道 好 无论如何 现在看得出来要过年了 狼的棒出来啊 这是用一亿元来交保的 魏家人凑钱速度之快 因为他五分钟就已经凑到一亿了 你一般小老百姓可以想象吗 五分钟怎么有办法凑到这个一亿呢 是不是早有信心 就是一定会交保 好 他们就说呢 因为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原本以为魏映冲就能够交保 所以当时他们魏家 一下子就提领了有三亿元的现金 但是呢 那次没有啊 然后呢 就一直也没有再存回去 银行就放在家里 所以这一回呢 眼看呢 他们之前 65亿的债都还了 在1月21号的时候 然后紧接了1月23号 那个拖好久的30亿的实案资金 也进来了 好 就可以看得出这个脉络 接下来呢 就是拿没放出来啊 所以呢 马上钱就准备好了 好 就是这样子 而且呢 它是每一张面额 都是2000块 然后呢 总共哦 这样子的这个宝金面额2000的 重量加起来大概55公斤 重到连这个头拉口 这个行李箱哦 卡帽的这个行李箱的把手 都已经这个是拉断了 而魏映冲呢 能够交保 看在其他受害场上的眼中 感觉就很不是滋味 痛批说 哎呀 这早就可以料到了 为什么 就选后放人嘛 这里头可能会牵涉到 买准总统 所以呢 现在赶快给他放出去 免得爆更多料 带你来看 没有 钱的部分吗 你先等一下 我们先写资料 一亿元火速急忙拎进法院 这是魏映冲的救命钱 一亿元魏家早就准备好 五分钟的时间修旅车 火速送来 看看堆积成小山的一亿元 面额全部2000块 重量大约55公斤 塞在两卡皮箱里 重到把手在运送的破程中都断掉 一亿元果然够分量 其实在案件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有准备了交保金 就是当时候是准备了三亿多 裁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立刻通知 这个交保的现金要运达到现场 魏映冲交保的这一天 从法院回到老家祭祖 其他三兄弟都没人现身 只有魏家二姐相陪 回到祖措祭祖 身旁陪伴的几乎都是员工 魏家刻意低调 但一审宣判前 魏映冲能恢复自由身 当时历经黑心油的受害厂商 摇头更心寒不意外 我们也预料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本来以为选举之后 马上就会发生的事情 那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谎言 说拿三亿的现金是准备交保 事实上真的不用那么费事 你台词本票就可以交保 三亿现金恐怕是用来打点 让他出来的方式吧 史上交保金第一的是王令玲 三点五亿元五小时凑到 投资教父柯文昌 一点五亿元交保金 二十分钟凑到 魏映冲一亿元凑十五分钟 效率之快 只是自由身能有多久 一审宣判 能不能全身而退 备受关注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我刚才说了 这个马英九总统 到底是不是顶心的门神 结果现在他决定了要提告 针对他这个被说 收受未加政治献金的这件事情 律师洪文俊明天上午的十点半 会在台北地方法院来地撞 说要代表总统 还有总统办公室主任 康炳正 那么对立委段隐康 还有对名嘴陈敏凤 来提出告诉 这是最新消息 另外呢 来看民进党的风暴 主要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 他们提前要布局了 比上一次的初选时程 整整是提早了一个月 究竟为什么 而且呢 是过年之前 就要开始公告领表登记哦 好了 那么前主席呢 苏贞昌他就开炮了 他就质疑说 蔡英文为什么要把这个时程呢 赶得这么早呢 那么加上现在还在立委补选呢 那么前行政院长 谢长廷也说 这对现任的来说呢 当然是越早越好 但是呢 现在在进行立委补选 实在是不利 好 说的是立委选举 但是这个现任优势不只有立委 其中一个话中有话 好 我们来看这个时程呢 主要大家感觉一定很赶 例如说下个礼拜六 就要立委补选了 选完隔一个礼拜 马上就是隔两天的礼拜一 总统初选公告就要发布 然后立刻你就要去完成领表的登记 然后要做初选民调 你看4月15呢 走国民党就已经有他们的总统提名人选了 好 怎么会这样子呢 有人说这个是蔡英文要砍断 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在上城楼的路 是不是这样呢 先来看党内今天风暴很多 主席今天这个总统大选时间 为什么要停得早 民进党初选提前开打 难道是为了主席蔡英文自己量身打造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难得停下脚步回应 不会啦 不论将来谁选总统都需要早点布局不是吗 早点布局是多早 民进党2月11号就要开始公告 接着领表登记 3月中初选民调 4月中拍板 比上届总统提名时辰 整整提早了一个月 前主席苏贞昌开出第一炮 是不是量身打到我不知道 不过确实是比往年提早了一个多页 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干 现在在蔡英文主席领导之下 他当然有权来领导大家做什么决意 我没有意见 立委来讲 现任的立委都希望能够提前 差是没有多久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正在普选的时候 这个议题这样讲出来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普选是不利的 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认为 对现阶段立委补选不利 现任者的主场优势 等于排挤其他竞争者布局 要党内天王天后 还是太阳月亮提前表态 现在建筑媒体报道之前 没有先跟这个苏主席简报 这是蛮抱歉的一件事情 一句抱歉 但目已成舟 或许争取更多时间竞选布局 也提前引燃党内初选天王角力战 三立新闻朱宇宏 陈乃鱼台北报导 真的是天王角力战 这一次呢 还是苏贞昌先开炮的 有人说苏仁昌是不是还有意要进逐大位呢 当然如何更多人觉得说 这个蔡英文是不是为自己量身打造 那么现在呢 就是把赖清德直接卡在 他还在附会争议的这个官司里头 好 那么不论如何呢 蔡英文的意思是说 那不管是谁选嘛 那总是提早布局 不是对每一个候选人都好吗 好 而赖清德他自己本人又怎么说呢 他是不是就真的被卡死了 他今天就笑着说 我不会去领表 我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涯规划 换句话说 赖清德已经讲清楚了 他要在2016缺席吗 来看我们的度假报道 提前领表 有没有打乱到你的生态规划 那因为我也没有打算去领表嘛 那本来就是要好好推动市政 2016没打算 台南市长赖清德 要实践对选民的承诺 好好推市政 眼看民进党为2016总统大选提前布局 不少人好奇 是不是冲着赖清德而来 是不是有意要让一些人提早摊牌或是放弃 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尊重中常会的讨论 尊重党的决定 不过赖清德最近动作还真不少 先是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呛瞎 针对议长会选案 赖清德也直接杠上李全教 扬言如果李全教无罪 他也会负起政治责任 接下来赖清德还要出书分享经验 看得出政治高度已经不一样 甚至外界猜测赖清德 可能寻谢长廷模式卡位行政院长 先摸透中央运作为上位做准备 毕竟赖清德在2014台南市长选举 拿下七成得票率是六都之冠 也难怪不管党内党外 要赖神拼一下的呼声始终很高 三地新闻综合报导 国民党内有人直接打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一巴掌吗 主要是这位在立法委员里头 国民党内 这个是专购得票率最高的新竹县的立委徐新廷 他宣布退党了 到底为什么呢 那之前那么低潮说不退 结果现在朱立伦上来之后 他反而退了呢 好 我说那是全国最高票 因为这个新竹县 四十几万人就选这么一席立委的席一 好 所以这一区的得票率 他这个得票率全国不是最高 但是票数他是最高的 他是新丰乡前乡长的女儿 好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再看为什么他要退党呢 好 有人就说呢 他要去另外再组成一个叫民国党 就是国民党到过来讲叫民国党 要担任党主席 不过呢 徐新营他是否认的 他坦言说他的确是对国民党 这个百年老殿有所不满 那么朱立伦劝他也无力未留了 徐新营这样的一个震撼蛋 男人立委超惊讶的就说 哇 现在国民党都不用把人给他推倒 都不用 自己就这样子倒掉了 我这样做其实是选择一条辛苦的路 明知陆会更艰辛 还是坚持离开国民党 新竹立委徐新营抛出退党震撼蛋 朱主席亲自未留 也难转还 他当然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大家一起努力 我跟他说这个已经建在悬上 因为我的退党声明跟党政 已经在地方党部 等不及百年老殿改革 不给朱立伦面子 徐新营大动作有机可循 去年九合一选战 徐新营的亲弟弟以武党籍身份 出征北市议员 徐新营碍于国民党身份 无法大力辅选 曾激动落泪 当时党内就杂音不断 讲到弟弟是想到他选举的心 跟党没有关好不好 我努力三年了 两党政治在台湾三十年 那台湾都没有进步 据了解徐新营早就铺好后路 计划和前清明党籍立委 陈振胜筹组新政党 消息传回国会 我听了十分震撼 国民党这种情况不解决 我看你纵使人家不推你 说不定骨牌也自己倒啊 国民党在好的时候 那大家都挤进来 不好都走掉 只能那个共享乐 不能够共互难 国民党立委席次 瞬间少议席只剩62席 除此之外 徐新营是本届立委选举 全国最高票 带头退党 就怕出现指标效应 高层预测 这可能不是个案 朱立伦主席位置还没坐稳 恐将面对 新一波出走潮 下令新闻林福黄世亭 台北众报道 而南北人群王的会面 又插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高雄市长陈旧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为了协助小邻村居民自力更生 在台北市政府来场柯局会 那么虽然陈旧一到市政府 立刻进到市长室 那么早一步的跟柯文哲来见面 但是在后来的记者会上呢 柯文哲跟陈旧之间的互动并不多 好 这就已经有一点小尴尬了 结果呢 记者还问陈旧说 这个菊姐市长啊 你是不是北上向柯文哲取经 哇 这下子柯P好紧张哦 他急忙抢答说 不对不对 我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取经的人 哎 他变谦虚了 这是有上课吗 继续来看 一到台北市政府高雄市长陈旧 在幕僚陪同下 直奔柯文哲市长市 众所瞩目的柯局会 因为协助小邻村灾民自力更生 在台北登场 我们都跟小邻村灾民 一起共同为未来而努力 分别在小邻村居民自制的 第一柜上签名 准备来一个大合照 要占哪个位置 没人引导 两个人当场卡卡 主办单位在拿出道具 差点遮到陈菊的脸 气氛尴尬到不行 竟然还有媒体问了这个问题 陈菊被问到 要不要向台北取经 柯文哲赶紧补上一句 我要跟他学 担心政坛晚辈身份 冒犯到有男霸天称号的花妈 因为其他时间 两人虽然并肩而坐 只见陈菊不时望向远方 或是和官传局长简医院交谈 男霸天似乎也刻意和柯P 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其实陈菊这两天 重感冒还没好 是硬撑着北上做公益 但曾经是脸书 人气王的陈菊 现在被柯文哲比下去 两人同台堪称冠亚军交手 镇台后浪推前浪 柯P毕恭毕敬 就怕失牌头 三立学院成 黄文学院森局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好 这个互动很冷 不过呢 这个柯文哲在公布台北的 小提灯的时候呢 倒是显得气氛相当热络了 因为他可是代言人哦 拿起提灯哦 他也不断好奇 用自己的眼神在那边研究 结果呢 他最后得到了结论呢 来看一下这个提灯 他说呢 这个提灯看起来的不像羊啊 为什么 他说这比较像牛 他说羊的腿有这么粗吗 好 这个柯P直接下的判断 那在现场呢 来看呢 主办单位请来的是 副员这个员工 幼稚园的小朋友们 好 大家都穿着羊妹妹的服装 因为接下来这一年是羊年嘛 可是当小朋友登台的时候 明明是羊妹妹 背景想的却是 所以呢 这个柯文哲忍不住就笑着说 不然你是来跟我吐槽的妈 他的名字叫做 醒飞 放大版羊年提灯现身 柯文哲开始研究起来 连手上拿的小提灯也没放过 左看右看结论是 研究个老半天 柯文哲看羊年扫提灯的体格像牛比较多 台北灯会提灯第一次这么动感 羊妹妹的四只脚都可以动来动去 卡哇伊的幼稚园小朋友上台和柯文哲一起当代言人 背景音乐一响 竟是柯文哲的最爱 有看到吗 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 嗡嗡嗡音乐一响 直见柯文哲一脸问候 终于忍不住 你们怎么也在唱嗡嗡嗡啊 这是来吐槽的是 柯文哲又自己一幕 搞笑自我解潮 不太爱过节的柯市长 反倒记得提醒大家 3月1号一起来尝小提灯 限量18万斩 试试科皮人气 三县线情报 郁文哲三只小组台北采访茂本 这个柯文哲的人气互动呢 比较差一点 所以之前有人说 他是不是外星人 他现在倒是自比是生化人 主要在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呢 畅谈自己的诗言风波 甚至呢 他就谈起了电影《星际迷航》 他说年纪的电影当中 有一个角色 Data跟自己是很像的 他说什么事情呢 都只会分析再分析再分析 然后呢 这个资深《星际迷》 这个《星际迷》就说呢 其实Data的电影当中 象征理性跟感性是平衡的 因为Data呢 是一句人造人 好 换句话说呢 他不懂得 人类的情感到底是什么 他始终都在摸索 什么叫做人性 那么他认为呢 科皮这样来比喻 其实委婉透露 说他自己已经很努力在学习 人际之间到底该如何应对进退 窃号即将遭受撞击 如何处置 指挥官计算精密 电影《星际民航》 这位Data是高科技人造人 智商极高 却没有人类感情 Data那个就是很像柯泽 因为就理智 看到每个东西 一东西理智思考 所以他破案 警察很高兴 他没有想到说 市长必须要问说 这个从来变 怎样可以抓得更快 不然就拿去 破通代烂铁 就可以卖一些钱 老师被批不尽人情 柯文哲拿Data自笔 资深新建谜 听出弦外之音 柯市长所描述的 就是他现在的困境 就是因为人造人 是没有同理心的 他没办法理解说 人类为什么会哭 为什么会笑 Data这一个角色 一直在试着寻找人性 Data 为什么你笑 我不知道 同样高EQ Data摸索人性 柯文哲也得学着应对进退 不只处境和思考逻辑 电影中瓦肯足的特殊手势 看到没 柯P也会 被网友抓包 果然是外星人 我DNA应该是人类的DNA 柯文哲幽默辟喻 不难看出如何活得像地球人 真的让他伤透脑筋 三日新闻 夜里繁范 新鱼台北 筹报道 好了 你看火警最近非常多 结果云梯车来到现场 怎么会自己断头呢 他不是应该要去救人的吗 好 这个地方在高雄 古山一栋透天措所传出的火警 那么屋主夫妇是受困的 当然这个消防队员来到现场 他们也很快就来了 要赶快来救援 没想到这个云梯车一升扣 断点断掉咯 带您知己 前程五点多 透天措失火 熊熊火车不断窜出 老先生受困顶楼 也看就快被火烧到 云梯车赶到火场 伸起机械手臂 消防队员立刻洒水救人 但下一刻 碰一下好大声 云梯车乘坐箱突然倾斜 上头的消防员赶紧抓住栏杆 差点跌落 画面递格再看意外瞬间 当时云梯车距离地面 高度三公尺 升高时机械手臂就有点卡卡 硬是往上升高十公分后 车厢应声断裂 商房队员挂在半空中 救人反被救 现场民众发出惊呼声 接着云梯车立刻降下 定一组人拿梯子爬上楼救人 老夫妇偷昏后 全身被熏黑 连眼睛都睁不开 而且受到严重惊吓与无伦次 老夫妇送医后 受到轻微腔伤 没有生命危险 起火原因 疑似偷天错 二楼电线走火造成 因为堆放的都是易燃物 火势迅速蔓延 颇及到隔壁两户民宅 索性没有人受伤 只是救人救到一半 云梯车竟然故障 令人傻眼 没保养的话 这个真的是临时有火灾的话 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有点离谱 太离谱了 云梯车故障断头 住户大骂太离谱 好险失火偷天错 只有三层牢高 梯子还够得到 如果火警发生在高楼大厦 后果难以想象 3D新闻 杜永泉 王树荣 邱少阳 SNG小组高雄 采访不到 这到底是在救命还是害命呢 为什么这样云梯车就应声断掉了呢 好 我们去追查原因 发现就是说 在操作云梯车的消防队员 他眼看说 这个火就要烧到屋主了 情急之下 就没有把扣环跟固定杆给解开 那你没有解开 就这样一拉 就断掉了 好 才会导致这样的整个断裂的情况 不这一台出事的云梯车 他已经有车铃24年了 非常的老旧 那么因为新型的云梯车 根本就不需要像刚刚所说的那样解扣环 所以很多消防队员就感叹了说 设备这么老旧 这政府到底看得到没有啊 赶快更换吧 我真的已经烧到它背后10公分了 然后我想说 这个真的只有死人快再快了 一位扯断云梯车的消防队员就是他 当时自己就站在乘坐车厢上 准备执行救援任务 因为车厢倾斜断裂 也差点跌落地面受伤 看到阿伯在阳台上一直喊救命啊 然后可能我在解除这个杆子的时候 没有做到很确实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固定乘坐箱的支架 现在因为被强力扯断 只能用铁丝勉强固定 救援的云梯车厢突然倾斜断裂 看到被扯断的平衡感 可以想见当时力道有多强 只是因为乘坐箱出包 差点来不及把屋主救出火场 解开钩子和固定感 就是这两道手续没有确实做好 导致云梯车伸到一半 突然倾斜断裂 其实出彩的云梯车 是1991年份的旧种车款 去年4月和8月都有进保养厂维修 4天前才刚通过测试 一切按照规定保养 直救式云梯车大约只能升高15公尺 每个步骤都需要人员操作 不过新式云梯车 救援高度从30公尺起跳 一切由电脑操作 不需要解开固定感就能升高 我在经费上面觉得 维修比钛换还不划算的部分 那我们才会考虑钛换 那当然钛换也考虑到 就是经费的问题 其实新式云梯车 也可能因为电脑操作导致故障 消防队员因为心急救援 疏忽了最基本的动作 差点伤了自己 害出人命 三星王志中皇嘉评 高手摸倒 好 再来看柯文哲 而且是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竞选金费 怎么一下子增加了有6000万呢 他之前不是说 我打台北市长选战 我只要8000万就可以了吗 钱募够了还对外拒绝呢 结果现在结算却发现 哎呀不得了 怎么会到1亿多呢 好 他之前呢 向外借募款 然后夸下海口说呢 一定控制在8000万以下 结果现在是1亿3000多万 远远超出当初的设计 那么所以自己就吓了一大跳 好 他就说 那后来一个月 为什么会烧了6000万呢 他一定要追究清楚 好了 你记不记得 有一个建走活动啊 是由卡神杨慧如旗下的公司 来承包了 光是建走 民众也有这个交钱的哦 可是这个却花了800万 那么柯P就非常的火大了 他说这个呢 本来是包给别人的 为什么最后一直转包转包转包到 杨慧如的身上 那杨慧如早就被这个柯P 列为是黑名单啊 所以柯P更生气了 就说就已经跟你说 不能这样你还叫他 所以呢 那他就请这个办活动的这个人 好 本来也进到了官传局 去当这个专委的 结果现在呢 他算是整个台北市政府里头 这个任期最短的 因为柯P一下子就叫他走人了 好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 每次这样如果活动 要乱花钱的话 带你来看 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 选天诗天 客文哲好不容易点头买电视广告 账单寄来却 我说起来 我不喜欢专专专业 怕死人 这六天的广告 我说吃一千多万 花钱到三千万的时候 比手花多少 每个心里有所 这不是五倍 不止广告被破表 选前黄青州市府前 感动高唱白色力量 客吻着爱与拥抱大游行 狂烧近三千万 三 二 一 开走 选前七天颠覆传统 清晨万人大剑走 没送便当 还收支持者六百元 活动结算 竟然也花了八百万 看到了选举总账 选择最后一个月光 活动支出就快六千万 一追查不得了 抓包当时活动负责人 后来延览入市府的董德玉 竟然将剑走活动 层层转包 还转给柯文哲 黑名单上的杨慧如 柯文哲气到李志县断裂 柯P杠上卡绳 听到对方名字就变脸 通常一个人不想谈 就是他不想谈 我说我们等到礼拜六 会详细公布 公布序幕 实际上他是花了八百多 可是他也有将近七百万的报名收入 我对于这件事情 就像是当初柯P面对MG149的时候 他是用公布账目的方式来表示说 他是很坦荡的 一个上气腾腾 一个委屈喊冤 尽管双方各说各话 柯文哲依旧开除跟着近市府才两星期的活动负责人 让他成为最短命公务员 杀鸡儆猴 告诫柯团队 三立新闻林文副 黄诗婷 台北做报道 好 这是柯文哲的下了一大跳 他说怎么自己的选举经费 最后是高达了1.3亿呢 好 柯P都花了1.3亿呢 其他的候选人到底经费又花掉多少 当然柯P呢 他自己先讲 他最后一个月上个电视广告就这么贵 可想而知他的对手花多少钱 好 不过呢 不跟连加来比 我们来看这民进党内的 好 谁花的最多呢 就是台中市长林佳龙了 同样也是一亿三千万 好 然后呢 郑文餐是五千五百万 谁最省 赖清德 他只花一千万内哦 好 真的是省钱一哥 陈菊呢 也花了有九千多万 好 不过我们看到游席坤的部分 他花了六千四百多万 而且哦 依实在哦 这个实在是大家说台湾水牛啦 因为命运多喘啦 他这个花了六千四百多万 他还拿房子去抵押 去借两千万呢 继续来看 讲到选举经费就苦笑 参选新北市长的游席坤 支出部分都还没算完 初步估计就花了六千四百万元 当初选举选得好辛苦 还一度落泪 传出房子拿去抵押 还跟朋友见 没选上就算了 还被债 后来就没有钱花 因为已经花到自己的钱 就有先跟人家借啦 桃园市长郑文灿 当选钱是挑战者 只能用最省经费 花最大效益 一场选价来 花了五千五百万元 主要用在活动跟宣传 面对现任的执政优势 那当然会募款募得比较辛苦 大部分的经费 那一半以上是靠小额募款 竞选很烧钱 台中市长林嘉隆 接算花了一亿三千万元 高雄市长陈菊 也花了九千多万元 不过算下来 最省钱的当属台南市长赖清德 结算的结果是 总共花了912万 不到一千万元 号称竞选 省钱一哥 就是因为不设竞选总部 不差竞选旗帜 没有选举看板 不用宣传车 一千万都花不完 赖清德不仅拿下七成选票 连竞选经费也不到千万 缔造选举传奇 杉立新闻综合不导 好 再来看学院女秀林飞凡 他最近换发型 为什么 因为得当兵了吗 在脸书上 剖出了光头照 那么29号就要入伍当兵 昔日战友陈维婷 还有黄国窗老师等人 轮流来帮他剃头 那么一群人忙了半天 结果这个电动剃头刀 选错边 实在被剃头的人也好痛 那么战友就笑说 这有点像是 这个立委罗书 真的吗 捡起来像这样子吗 一起来看 白板写着忘你早归 男子头滴滴不断惨叫 到底他是谁 他会夹头发 你想从哪里都可以 请相信专业 好 没问题 猛人抬头坐着的 居然是学院领袖林飞凡 怎么这么想不开 原来他29号即将入伍当兵 看看黄国窗老师 拿着电动剃头刀有模有样 不过非凡却是痛得拼命求饶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痛 好痛 昔日战友陈维婷接棒也没有比较好 感觉好像兄弟复仇 下手很重 第一刀就想来个鬼剃头 只是忙半天 好像没什么进展 一群人瞎忙 一颗头花了20分钟都没剃好 原来是电动剃头刀用错边 真的很搞笑 比较之前看起来帅气十足 剃成大光头 看起来还真不习惯 有人说好适合出家 也有人说很有讲功的feel 非凡自己习惯吗 好凉哦 头顶五毛似乎感觉怪怪 不过相信他很快就会习惯 林非凡即将入伍 希望早点完成义务 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完成论文 往后才能心无旁骛 是否提前准备政治路 引发外界联想 三星宿主持人周一轩高雄报道 好 来看最新消息 这个日本人质恐怕是有救了 这是全球关注的ISIS日本人质 现在的最新发展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 引述以色列通讯社的报道 说约旦政府让部 愿意释放女炸弹犯 瑞夏威 来交换日本人质 后腾进尔 イスラエルの大手通信社 ザムプレスによりますと ヨルダン政府はヨルダンで拘束されている サジダ・リシャビ死刑囚の釈放を決定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イスラム国で人質となっている 来保住两名人质的性命 那么消息传出让许多人非常的振奋 不过日本与约旦官方 还没有证实这一项消息 好 回到台湾来看日前 有一位住在新北市卢州的单亲妈妈 疑似不满 前夫对母子两不闻不问 在25号下午抱着年仅一岁大的儿子 跳楼轻生 那么尽管呢 妈妈当时呢 自己在跳楼的时候 把小孩子给抱住 但是呢 小男婴 她双腿骨折陷入昏迷 结果经过三天的抢救之后 很不幸还是因为后脑蜘蛛网膜出血太过严重 家属决定把管放弃治疗 小男婴躺在病床上 炎炎一息 双腿骨折 下下的身体 成长插满医疗器材 令人相当心疼 家属在脸书上还帮她加油集气 没想到却还是回天乏术 因为大人失和小男婴被迫夺走生存的权利 25号这天 平日烤卖养乐多维生的郭信单亲妈妈 抱着一岁大的儿子 来到卢州护镇事务所顶楼 跳楼轻生 担心妈妈当场死亡 而小男婴撑了三天 最后因为后脑蜘蛛网膜出血严重 家属也只好忍着痛 决定把管 也将小男婴的器官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男婴的身父 生已多日 终于在话筒里头 道出沉痛心情 只不过悲剧早就无法挽回 原来夫妻俩离婚后 就常常为了监护权和赡养费 起口角 担心妈妈疑似因此想不开 激烈地带着孩子 一起走上绝路 至少生命还来不及长大 留给家人无比伤痛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很多难关要过 但结果呢 有人就用养宠物的方式 来疗愈心灵 不过不是每一种动物 都可以来当宠物 像是呢 现在在市场上 就有人在买胡蒙 社团更贴出照片 还有人试报说 好想买回家 其实它价格并不便宜 有一只就要18万以上 那么饲养专家是说 一般人养宠物都只养那么一只 但偏偏 这个胡蒙 他们的家庭观念是很重的 一旦单独生活 就会抑郁而终 关起来也会死亡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还说什么 朋友要永远在一起 不管是电影 狮子王中和山珠 彭彭 黏在一起的丁满 还是少年拍的 奇幻漂流 竹坊造坊的 人命无人岛上 也都有他踪影 他叫胡蒙 台湾也看得到 双脚一顿抬起头来 东张西望 大大圆圆眼睛 看起来超级萌 出生沙漠的胡蒙 喜欢看看天空 确认没有危害 才感觉安心 但是现在却有人 爱他却害了他 其实他很惊恐 他的手脚趾都已经张开了 代表他非常非常的僵硬害怕 走私业者用珍奇异兽 把胡蒙当商品卖 罕价18万起跳 甚至高达30万 让曾经远赴非洲 记录胡蒙生活的摄影师 温芳林看了心好痛 侯蒙被他们当作老鼠 可是胡蒙是蒙科 不是鼠辈 他们变成在笼子里面 一个一个笼子里面 装好几只 然后堆叠起来 然后放在室内的空间 然后抓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掐着他们 依照进行法规 想把胡蒙引进台湾 得要有教育功能的动物园 或者是合法的马戏团 才能登记 彰化这一间牧场 一次引进20只 当作教育展示用途合法 还砸下重金 打造胡蒙家乡原始环境 看到越来越多人 自私把胡蒙关在家里养 他们也很心疼 他是一种 社会性很强的一种动物 如果说你没有杀土的话 那可能 他的一些机能性会退化 还有他的爪子 可能会变形 那对他们都是一种 无形的一种障害 社会基本条件 一一被剥夺 胡蒙的眼神不再自在 只剩下惊恐 爱他就不要养他 现在胡蒙也有粉丝团 要大家不再把他们当成宠物 三天新闻 秋瑞阳 赖新俊 许惠美 彰化台北 最后的 好提到动物 但我们接下来要来看 什么是政治蟑螂呢 这可是柯文哲 这位台北市长 自己点出来的哦 所以他们台北市政府里头 有所谓的政治蟑螂 在A前 而且呢 都是属于好家帮的 怎么回事呢 这是柯文哲 上任一个月呢 不断的针对每一个案子 在揭闭 好 要讲的就是市大运的部分 您知道市大运的总预算 将近200亿 他有198亿 好 这里头是不是有很多 就可以A的 可以捞的呢 今天周刊爆料了 说负责市大运的 依旧有钱 好市府的这些人呢 包括谁 好 所谓的好戏铁三角 戴侠林 之前的体委会的主委 他可是整个市大运的 副执行长 还有呢 就是何金良 他是执行长 他也是 那么好潮的 这个前体育局长 以及就是好潮的 丁廷宇 他是筹委会的副执行长 好 就说他们三个人呢 是居中来 疑似有卡有水的情况 所以呢 柯文哲就批评 他们是政治蟑螂 说只想捞钱 好 包括呢 就是说戴侠林呢 也让他的弟弟 戴金欧了 来任职采购组 包办这个 10万以上的采购案 这个说他才是一个超级大买办 都是自己人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前体育局长的部分 说刻意呢 有很多的案子 在压在10万以下 那用这样子呢 就不用经过来发包 那么多次呢 专签来动金费等等 好 有没有这些事情呢 今天名嘴陈高超 上节目加码爆料 说政治蟑螂 不止这个铁三角 还包括了前监察院的参事 张万福 说这个人 也是马宗勒的同学 也收了远凶300万 却没做半点事 好了 所以柯文哲呢 一上任 他想把这一切 结构性的问题 给他打破 所以他有意找 这个曾经主办 高雄市大运的 前副市长刘世芳 来到台北市 重新分配 可是刘世芳 拒绝了 莫满12天烧26亿 柯文哲月中 火大视察市大运选手村后 马上针对总预算 高达198亿的 市大运运动会 进行总体检 却发现 市大运筹委会中 不少人 还是好市府时代的人 去年底 接待市大运运动会代表 戴霞林坐镇中间 前好市府体育局长 何金良就在旁 根据了解 就算柯文哲上任后 好戏铁三角 戴霞林 丁婷于 何金良 依旧在北市府体育界 发挥影响力 尤其戴霞林 更把自己弟弟 安插进体育局 担任采购组长 掌握10万元以上的采购案 被外界解读 恐怕是要去捞 有水的 柯文哲形容的政治蟑螂 就是想从中捞钱 因此柯文哲急着改组换人 打破市大运 资源分配 打算找 曾办高雄市运的 前副市长刘世芳 担任市大运执行长 不过刘世芳 还在考虑 其实被说想捞钱的 名嘴陈高超爆料 还有另外一人 张万福是何许人 号称自称是 马云九的同学 因为张万福说 给中间人讲说 刘本市叫饼 我给你瞧 然后刘本市的朋友说 我只有三百万 后最后就来三百万 就成交了 柯文哲新官上任三把火 硬踩市大运 要清查人事 财政烂账 揪出幕后谁是政治蟑螂 三十四位 市大运执行好 台北报道 好 市大运总体检 现在揪出不少烂账 那么周刊爆料说 负责市大运当中的人呢 依旧就是这些好团队的人 其中两位 何金良跟戴金欧 被称为是好的双账房 那么何金良 刚刚刚已经提到 他是前提医局长 曾经动用九万多块 去买名笔 那么结果呢 是送给 送给整个自己 筹委会的人呢 是为好龙斌 来做人情 而另外一位 戴金欧呢 他是前提委会 主委戴侠林的弟弟 一年多前 就是由姐姐帮忙 安插 进到市大运 来担任 采购组组长的 这个位子 虽然不算大 但是十万块以上的招标 审标 比价等等 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这也让台北市长 柯文哲批评 他们是政治蟑螂 只想捞钱 所以进一步 要把他们打破 到底过去 还有哪些作为 在所谓这个钱 好潮里头的铁三角呢 继续来看 他今天请假 他今天休假 特地请了一天假 市大运筹备会 采购组长戴金欧 办公桌空荡荡 被扯上采购门绳 同事帮他说话 因为需求单位提 采购只是做程序 所以不管说 案子的大跟小 都不是采购组 去提采购练 戴金欧是前提委会 主委戴侠林的弟弟 一年多前 被安插进入 市大运筹备处 当小组长 周刊爆料 他负责管控 10万块以上的采购案 从开标 审标 比价 绝标到验收 都是他的权责 被外界质疑 有利可图 和另一位 前体育局长 何金良 负责市大运 10万元以下的采购案 双双被称为 好市府账房 去年底 接待市大运代表 戴侠林坐在正中间 前好市府的 体育局长 何金良就在旁边 借由戴侠林推荐 成为北市府 首任的体育局长 也是好龙斌子弟兵 更动用 世大运经费 买纪念品 其中这款 美国精品名笔 平均一只市价 1600元 他曾买了60只 9万6 刻意压低到 10万块以下 规避采购程序 名目本来是要 送给世大运外兵 但最后 这些名笔 通通落到 筹尾手上 帮好龙斌 做人情 而好龙斌 卸任前 也帮他准备好后路 安排何金良 转任 市府基监 显然 有这么多的资金 可以让他再运用 而且拿去做 买这么高级的东西 去做工 显然这些人 应该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去安插自己的人 甚至让自己 比较信任的人 放在里面的话 那当然是对 对他来讲 比较有帮助 柯市府上任 世大运扯出一堆烂账 好戏人马的存在 竟还牵涉到 预算腐烂 让柯文哲 不得不批 就像打不死的 政治蟑螂 三菱新闻 综合报道 而另外今天大家 瞩目的就是花了 一亿元 这顶心前 董事长魏映交 他出来了 被交保了 整个搜邮案 被收押 103天 今天凌晨被交保 理由是什么 说他已经 没有串政之余了 所以裁定 就是以一亿元 来换取他的自由 让他可以回家 好过年 好不过 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旁边 还是有很多的民众 很不满 认为台湾的 食安的这个形象 都被他们搞坏了 所以在那边大喊说 你去喝黑心油吧 好 那么魏家呢 可以说是展现 非常雄厚的财力 有五分钟就搬来了 一亿元 然后魏映冲了 他这个从货自由之后 先到饭店去梳洗 接着就返回老家 去过火去门运 然后连夜又驱车 回到台北地宝的家 好 那么现在虽然说是 交保出来了 可是限制住居 尤其他都要到派出所去报道 今天中午我们就看到 时间一到 十二点前 他按照法官所预议的 到派出所去报道 那么一出来又来了 好多民众又对他呛响说 你真的是瘦了耶 你吃的饶饭变瘦了 那么接下来要进步 应该就喝一下 顶心黑心油吧 苏永安交保第一天 就被民众怒呛 魏映冲用余光 瞄了一眼声音来源 难眼尴尬 几乎落光而逃 但几分钟前 可不是这个样子 疑似高人指点 来派出所报道时 一派气定神贤 贯彻不认罪态度 虽然少了昔日霸气 但气色不错 一点也看不出 跟法官哭诉的身体不好 按照法官预令 在中午12点以前 跟警方签到 就是魏映冲以后每天行程 搜又案吃了103天劳饭 恰好在食安基金到位后 交保出现转机 就而晚间 魏映冲 长眉峰 陈茂家 跟越南大幸福负责人杨正义 再次巨状申请交保 魏映冲在庭上突然哽咽 哭诉自己有高血压 社护线疾病 收押害的儿子 婚事延期 员工无法安心过年 大打悲情牌 法官考量没有串政之余 裁定一亿元交保 限制住居地保豪宅 必须每天向警局报到 正典部分 已经完成了 交互结问的调查 整个串政的 勾创共犯的可能性 已经大幅降低 而魏家人仿佛知道会交保 凌晨一点半交保裁定 魏家人只花了短短五分钟 就搬来一亿元现钞 魏先生的家属 我是他姐姐 由二姐魏娟娟办理手续 让魏英冲火速在两点半 不出地院 到饭店梳洗后 四点十分回到老家 程美堂过火去美运 至于长眉丰 陈茂家也获准以五百万交保 限制住居 每个星期要向警局报到 同样获准五百万交保的 杨正义 家属筹不出保金 裁定还押 一旦凑足金额就能交保 但检方认为魏英冲海外资金 尚未明确交代 串政理由没有消灭 决定在收到裁定书五天内正式康告 所有案相关人等能否在家过年 可能还有变数 三例新闻 让魏家老三可以回家过年 似乎是有脉络可循的 好 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力量呢 先来看怎么样的脉络呢 你看1月21号的时候呢 是不是这个魏家呢 他们欠银行团的65亿元 好 突然就还了 好 这个魏家大哥呢 在中国那边以应允之后 钱搬回来了 有65亿还债 然后紧接着1月23号 当时呢 不是本来因燕良所讲的 因为他们这个希望魏家呢 出30亿元 这样的一个使然基金 好 突然就顾 后来在1月23号也到位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 再凑个1亿元 5分钟就筹到了 这个魏家的老三就这样出来了 65亿加30亿 95亿再加这个1亿 增至将近100亿元 让魏家获得这样的一个自由 不过你看到呢 5分钟凑1亿这种能力 实在是没有多少人有吧 哇 这个魏家真的是 这个足刊 这个台湾首付 可以看到这个现场 这么多的这个现钞 全部都喘吼吼 都是2000块钱的 一捆一捆的 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 他们早就有心理准备 说帮出来 所以呢 一下子在现场 他们就准备了 有3亿的现金哦 好 他们的说法是说 因为原本以为魏映冲 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就能够交保 所以当时就提了3亿 然后也没有把它存进银行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抽出 一亿出来 只是呢 这一亿实在是有蛮重的哦 因为都是2000块哦 这已经算是比较节省 它的空间了 但是加起来 也有55公斤 使得他们今天哦 重到连行李箱的把手 都已经断掉了 那么魏映冲能够交保 看在其他受害厂商的眼里哦 感觉是很不是滋味的哦 带你来听 一亿元火速急忙拎进法院 这是魏映冲的救命钱 一亿元魏家早就准备好 五分钟的时间修旅车 火速送来 看看堆积成小山的一亿元 面额全部2000块 重量大约55公斤 塞在两卡皮箱里 重到把手在运送的过程中 都断掉 一亿元果然够分量 其实在案件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有准备了交保金 就是当时候是准备了三亿多 裁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立刻通知 这个交保的现金 要运达到现场 魏映冲交保的这一天 从法院回到老家祭祖 其他三兄弟都没人现身 只有魏家二姐相陪 回到祖措祭祖 身旁陪伴的几乎都是员工 魏家刻意低调 但一审宣判前 魏映冲能恢复自由身 当时历经黑心油的受害厂商 摇头更心寒不意外 我们也预料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本来以为选举之后 马上就会发生的事情 那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谎言 说拿三亿的现金是准备交保 事实上真的不用那么费事 你台词本票就可以交保 三亿现金恐怕是要来打点 让他出来的方式吧 史上交保金第一的是王令玲 3.5亿元5小时凑到 投资教父柯文昌 1.5亿元交保金 20分钟凑到 魏映冲1亿元凑15分钟 效率之快 只是自由身能有多久 一审宣判能不能全身而退 备受关注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已经是交保了 可是大家会说 难道就是大家的 这个食安的问题 只值这么一亿吗 今天很多人在批 带你来看 顶星油品风暴 前动全台 前动作魏映冲被收押 再关了103天后 终于拼到一亿交保 回家过年 屋子看到有钱人的钱 到位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让 有钱的人 可以回家过年 他所提的理由 大概现在住在监狱里面的人 大概有60%以上的人 那都可以回家过年了嘛 刘文雄看不下去 在网络开炮 他说一亿保释金 能恢复台湾民众的健康 弥补被重创的台湾食品业吗 他非常失望 事实上回顾这几年 一连串重大食安事件 2011年震惊全台塑化剂的 金果王负责人 陈阿和被判一年两个月 2013年贩卖毒淀粉 大赚黑心钱的徐东明董 两人至今都还在压 相较之下 魏运冲裁官103天 就获得了自由之声 修正通过 去年底利愿通过食安法修正案 业者违法添加 参卫假冒置任于死者 最高罚20亿 情节重大有危害人体健康之余 处7年以下得病科8000万罚金 以前重重拿起 轻轻放下的食安法修正后 刑则加重了 尽管外界解读法官新政已成 什么都推得一干二斤的魏运冲交保 但是判刑躲不掉 但是现在放人 仍旧引发不少争议 以他这么重大的犯罪情节来讲 我们认为以议员交包 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不要只是为有钱人做事 不要只是为 对你有利的财团做事 不要只是对你 你当做财团的门神 罚得重 但是罚不罚得到 修正后的食安法 面临顶新油品事件的严峻考验 还有民众对法律捍卫 食安的期待 三里新闻综合报道 好 魏运冲今天获得的交保 那么是一亿元的保释金 也引发外界的联想 那么到底这背后 有没有所谓 又是他们顶新的门神 史德利呢 好 由于1月22号 这个魏迦才清偿 65亿银行贷款 那么外加呢 缴了一亿美金 来成立食安基金 好 就是这些时间点都刚好 然后接着 他就被这个交保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间点 大家难免要问 总统马英九 因为呢 特征组正在办他的这个 政治现金案 好 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 外界就猜测说 这个魏迦呢 愿意缴钱 恐怕事前就已经知道 可以交保 所以怀疑这当中 有没有利益交换 回到刚刚的这个 陈时梦的这个部分 好 那么这段期间呢 特征组正在侦办 马总统收受 顶新两亿政治现金案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外界有太多 可以想象的空间的 那么日前 就是被特征组给传唤的 前总统府秘书长陈时梦 他就说 他觉得呢 这个马英九 恐怕真的会有问题哦 因为他说 这一次这个案子 肯定是会有答案的 因为他感觉查得很认真 好 那么明天 马英九也有动作 他要委任律师 针对立委段仪康 跟名嘴陈敏凤 来提出告诉 这个政治现金 意思是说 他没有拿 真是如此吗 继续来看 马总统怎么看 魏英冲交保 马总统笑笑不回应 魏英冲交保 毕竟被周玉寇指控 收了魏一家政治现金 已经进入司法阶段 不方便多谈 倒是先前 被特征组约谈的 前总统府秘书长 陈时梦透露 这次办案完真的 提到的可能的 传闻的证人 这些他们都有找 马英九在选举的时候 政治现金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是会有答案 曾传出提供特征组 魏入账政治现金 给马总统 企业人士名单 陈时梦受访不证实 指出这件事会有答案 但魏英冲交保时间点 确实不太寻常 1月22号 顶薪清偿65亿银行贷款 同时汇入1亿美金 成立实案基金后 短短6天 魏英冲就1亿元交保 由于这段时间 特征组同时也在办 马总统政治现金案 这中间有没有关系 引发外界讨论 是因为魏家发生 任何的事情 好像就是说 某种程度跟 一位幕后的银舞者 在跳探狗 当65亿加30亿 这些钱拿出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那个时机点 很快的 魏英冲就被交保了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时间点 的确是充满 相当大的想象空间 长久魏英冲 魏家砸了百亿 才换得交保 不过短短6天就成功 效率之高 背后有没有不能说的秘密 又或者政治上 有没有利益交换 都留给外界 想象空间 而另外就是民进党的部分 这是不是茶壶里的风暴呢 来看这个英德总统战 这个英是指 不是英国德国 这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好 那么由于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决定 把他们提名总统 提名立委的时程 提早一个月 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为了 就是要卡掉这个赖清德呢 那么出来批评的是苏贞昌 好我们先来看是如何提早一个月呢 是过年前就要开始公告跟领表哦 来看 你看这是2月11号就要公告 也就是立委补选完 马上上班的礼拜一就公告了 然后隔天就开始登记了 然后到了3月16到3月18 也就是登记之后 一个月就要进行民调 4月15就要公告 谁是总统候选人 谁是立委候选人呢 就要提名了 好跟201上一次来比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程上 完全都是提早一个月 好蔡英文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 有人就批评她说 你做这个根本就是为你自己量身定做 因为呢 现在对蔡英文的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 但是这样子嘛 蔡英文就提到了 她就说没有吧 那么其实呢 不管是谁被提名 那不是对自己来说 都是刚好可以有这么长的时间 可以来准备吗 不管是谁来选总统 都是要起早来布局 不是吗 蔡英文也提出了反问 被你来看 主席今天在总统大选时间 为什么要停这么早 民进党初选提前开打 难道是为了主席蔡英文 自己量身打造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难得停下脚步回应 不会啦 不论将来谁选总统 都需要早点布局不是吗 早点布局是多早 民进党2月11号就要开始公告 接着领表登记 3月中初选民调 4月中拍板 比上届总统提名时辰 整整提早了一个月 前主席苏贞昌开出第一炮 是不是量身打到我不知道 不过确实是比往年 提早了一个多页 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敢 现在在蔡英文主席领导之下 他当然有权来领导 大家做什么决意 我没有意见 立委来讲 现任的立委都希望能够提前 差是没有多久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任在普选的时候 这个议题这样讲出来 其实对我们整体 普选是不利的 前行政院长 谢长廷也认为 对现阶段立委 普选不利 现任者的主场优势 等于排挤其他竞争者布局 要党内天王天后 还是太阳月亮 提前表态 现在建筑媒体报道之前 没有先跟这个 苏主席简报 这是蛮抱歉的一件事情 一句抱歉 但目已沉舟 或许争取更多时间竞选布局 也提前引燃党内初选 天王角力战 赛利新闻朱宇宏 陈乃鱼台北报道 这场天王角力战 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蔡英文是不是就是要逼退 这个他们党内呢 算是人气非常高的赖清德呢 好 赖清德今天就直接 很明白的讲说 好 我是不会去领表的 答案已经这么清楚了 他说我不会领表 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涯规划 不过其实呢 赖清德在2014大选 他拿下了好成绩 不只是地方的知识度很高 他还拥有全国知名度 好感度 通通这些调查都很高 很多人就直言呢 说依赖清德的实力 少说呢 拼一个副总统 毛欢东 那么就算2016缺席好了 大家也猜测说 赖清德可能寻 现场提模式 先从行政院长当起 来熟悉中央事务 所以这个小英跟赖清德之间 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尴尬 继续来看 2016没打算 台南市长赖清德 要实践对选民的承诺 好好推市政 眼看民进党为2016总统大选 提前布局 不少人好奇 是不是冲着赖清德而来 是不是有意要让一些人 提早摊牌或是放弃 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尊重中常会的讨论 尊重党的决定 拖赖清德最近动作还真不少 先是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呛瞎 针对议长会选案 赖清德也直接杠上李全教 扬言如果李全教无罪 他也会负起政治责任 接下来赖清德还要出书 分享经验 看得出政治高度已经不一样 赖民党那是讲究实力原则 你必须跟党内甚至跟有可能的蔡英文 证明说你有相对的实力 而且这样的所谓如果真的是蔡来配的话 那对整个选票增加是有帮助的 那第二个是说 不论你是不是要副总统这个位置 还是必须透过争取 甚至外界猜测赖清德可能循谢 常廷模式卡位行政院长 先摸透中央运作为上位做准备 毕竟赖清德在2014台南市长选举 拿下七成得票率是六都之冠 也难怪不管党内党外要赖神拼一下的呼声 始终很高 三地新闻纵毫报导 超过一个最新消息 这个鼎心饲料油案的何亦挺 今天凌晨不是做出了就是交保的裁定 万一冲都出去了 其实有四个被告都被交保了 其中越南大幸福公司负责人杨振义 获得500万元交保限制驻军 可是因为鼎心是没有帮杨振义来出保金的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筹到钱 就继续还压 不过刚刚最新消息就是 等待超过15个小时之后 就在刚刚傍晚5点多的时候 那么杨的家人才告知法院说 有了筹到了500万 所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交保的程序 这是我们所收到的最新消息 又一个人要交保出去了 好回来来看呢 刚刚看到民进党 接下来国民党最新的主席是朱立伦 可是呢 这个他们党内的 这个立法委员选举最高票 然后得这个选上立委的徐新盈 他宣布退党 这真的是狠狠打了朱立伦一巴掌 为什么要宣布退党呢 好这位徐新盈 就是新竹县就唯一那么一席立委的是一 然后他是前新丰乡长的女儿 好他的弟弟 也是在这一次台北市议员的选举当中 是挂五党的 然后呢 柯P去帮他弟弟站台 结果呢选上了 大家在看呢 他跟这个陈振胜 这个过去亲民党的人 他这个是关系友谊都蛮好的 传出他们有意来组民国党 倒过来写 我们是国民党 是民国党 那意味的要打猪 是这样子吗 好当然了 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宋楚瑜的势力 大家都来看 不过今天徐新盈 他是含泪的表示说 没有啦 他没有要组什么党 可是呢 他对国民党这个百年政党 也真的是很没有信心 有很多的愿言 带你来听 我这样做 其实是选择一条辛苦的路 明知陆会更艰辛 还是坚持离开国民党 新竹立委徐新盈 抛出退党震撼弹 朱主席亲自未留 也难转还 他当然希望就是 留在党内大家一起努力 我跟他说 这个 已经箭在悬上 因为我的退党声明跟 党政已经在地方涨布 等不及百年老店改革 不给朱立伦面子 徐新盈大动作有机可循 去年九合一选战 徐新盈的亲弟弟 以无党籍身份出征北市议员 徐新盈碍于国民党身份 无法大力辅选 曾激动落泪 当时党内就杂音不断 讲到弟弟是 想到他选举的辛苦 跟党没有关好不好 我努力三年了 两党政治在台湾三十年 那台湾都没有进步 据了解徐新盈早就撲好后路 计划和前七名党籍立委 陈振胜筹组新政党 消息传回国会 我听了十分震撼 国民党这种情况不解决 我看你纵使人家不推你 说不定骨牌也自己倒啊 国民党在好的时候 那大家都挤进来 不好都走掉 只能共享乐 不能够共互难 国民党立委席次瞬间 少一席只剩六十二席 除此之外 徐新盈是本届立委选举 全国最高票 带头退党就怕出现指标效应 高层预测 这可能不是个案 朱立伦主席位置还没坐稳 恐将面对 新一波出走潮 下令新闻林伯黄世亭 台北众报导 可能不是个案呢 接下来会有出走潮 而且呢 这个国民党不用人家推 就这样自己倒了 到底是他这个想到说 现在整个社会环境的批变 那么是不是让第三势力 可以有崛起的空间呢 已经受不了这个 长年的两党政治了呢 哇 接下来真的有无限的可能性 那么刚刚所提到的呢 传出就是要来组这个民国党 那么背后是不是有这个 宋楚瑜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在里头呢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民国党背后呢 其实我们去查发现 是有妙天禅师在支持的 那么徐新盈 跟这个选议员被开除党籍的徐世勋 他们都是妙天的弟子 那么加上宋楚瑜子力兵 陈正胜的操刀 我就让人联想到 妙天跟宋楚瑜联手来运用 这样的一个第三势力 要跟蓝绿对抗 师父向后 向所有的贵宾来欺负 可是妙天禅师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步道会 政坛要角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 新北市长朱立伦 以及立委徐新盈等人都前往朝圣 不过这回传出 有别于蓝绿的第三势力 民国党即将成军 背后有妙天禅师支持 看不惯国民党把台湾带成这个样子 大失离心 朱主席显然也是毫无作为 跟宋主席还有妙天 有讨论过这方面的关系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前立委陈正胜 否认妙天禅师介入主党 但是首任党主席 就是邀请妙天的弟子 才刚退出国民党的立委徐新盈接任 并且外传邀请同事妙天弟子的徐新盈包弟 台北市议员徐世勋以及华联县长副婚旗 前立委周首逊加入政党 找政坛要脚来主党 民国党就是要投入2016立委选举 加上陈正胜不仅一手筹主策划主党 他更是清党宋楚瑜的子弟兵 邀请妙天加上宋楚瑜广腰蓝绿政治精英 有别于国民两党的第三势力 民国党俨然成型 三星文续维全瑞台北参谎导 好 有最近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个月20号 宣布要成立连政委员会 要清查前朝的BOT案 那么除了已经公布的八位内定委员之外 也对外来征求六名委员 那么报名到这个月26号为止 根据了解呢 总共是有395个人报名 柯文哲已经这个今天选出六名委员了 这个录取率是1.5% 明天下午就会召开第一次的连政委员会了 好 这个除弊工程呢 他们会清查优先的 包括美和室 双子星 大巨蛋 松烟文创 三创生活园区等等 这个深具正义性的BOT案 好 这个连政委员会要上工咯 可是呢 这个柯文哲 他自己就任满月之后 他如何形容自己呢 这回他又讲自己像是大象了 为什么 他自己本身是狮子 坐得常比喻自己是狮子 可是呢 他接受周刊访问的时候 又把自己推向了另外一种动物 他说 我在施政上比较像大象 因为呢 这个大脚这样子一跨出去呢 是在必行 阿藏也没注意看清楚 就给他踩下去 踩扁了再说吧 这个鸿海就这么刚好就被他踢到 他说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郭台铭要自己呢 跑来被他给踢到 带你来听 什么叫大象 大象走路 因为他说大象走路 大象哦 那个他走路的时候是 那个腿抬 因为他很重 所以他脚抬起来 他是这样甩着走 所以在大象治国 大象在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踢到东西 挤完什么东西 他就在抬头看 噢 踩死 把他踩死 所以在大象治国碰到才讲 比方说大象治国最好的历史 我刚才看到一个公文 张义善说要申请这个什么 这个司机接送 我就把他批个 请总务事 开始来做专案报告 意思是说如果你们都没有碰 我就不会处理 碰到的时候我就专案 我凡事不可以 我不会凡事不与个案处理 我每次踢到 我就钻烂 他就干掉一个 踢到 大家不申请我就不会处理 大家有人一申请我就处 所以这个叫小题大佐 比方说一个叫郭台铭 我连骂都没骂他 他自己跑到前面来给我踢 然后就把他扳 日生生是因为76亿要求偿 律师来问我说这到底要下一个 你就看到 你问到我我就专案处理 所以我这个叫大象治国 大象治国就是 我有骂没有骂郭台铭 是他自己跑来前面给我踢的 好 这个就是柯P的风格 不过当柯P遇上了陈菊 大家举解 柯P遇上陈菊 这激荡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呢 好 今天他们在卖这个笛柜 是为了协助小林村居民自立更生 就由陈菊来到台北市政府 好 结果呢 市政府一到之后 陈菊马上进到市长市 那早一步的跟柯文哲见面 可是接下来两个人 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呢 柯文哲跟陈菊的互动 看起来很冰冷的 没什么互动 看起来有点小尴尬了 没想到有记者就当面问陈菊说 您这回北上 是不是向柯文哲取经呢 这下子换柯P好紧张的 赶快抢答 说不是 我才是那个该取经的人 大家说柯P好像变谦虚了耶 众所瞩目的柯局会 因为协助小林村灾民自立更生 在台北登场 我们都跟小林村灾民 一起共同为未来而努力 分别在小林村居民自制的 敌柜上签名准备来个大合照 要占哪个位置 没人引导两个人当场卡卡 主办单位在拿出道具 差点遮到陈菊的脸 气氛尴尬到不行 竟然还有媒体问了这个问题 陈菊被问到要不要向台北取经 柯文哲赶紧补上一句 我要跟他学 担心政坛晚辈身份 冒犯到有南霸天称号的花妈 因为其他时间 两人虽然并肩而坐 只见陈菊不时望向远方 或是和官传局长简医院交谈 南霸天似乎也刻意和柯皮 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其实陈菊这两天 重感冒还没好 是硬撑着北上做公益 但曾经是脸书人气王的陈菊 现在被柯文哲比下去 两人同台堪称冠亚军交手 政坛后浪推前浪 柯皮毕恭毕敬 就怕失牌头 三立学院成 荒污渊人 陈菊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而在一片柯皮风潮当中 您可留意到 咱们的国防部长 就这样悄悄换人了 而且换的又是 马总统的亲信 怎么回事 这国防部属无前例的 有七位上将人士 就动了六位 那么不只是海陆空 这个三军司令 挽起了大风吹 全部都换人 部长严明更是下台的 就由参谋总长 高广齐来接任 那么被说是 马总统的一个精心安排 特别高广齐是谁呢 他就是马家军的人马 高朗的哥哥 好 就由他来接掌国军大权 考量就是要把军心给稳住 那么放眼未来 包括前建军购案 加上前置单位的掌握 这都是马总统的亲信了 那么专家就直言说 这就是马总统的政治算计 然后把国防部长延明 给算计掉了 因为国防部长延明 才主持国军最隆重的将官 进任典礼 没想到这是延明最后一次 因为总统府发布 参部总长高广齐接地延明 成为新任的国防部长 整个人事案是仇庸 是为了高广齐 量身打造的人事改组 高广齐就是 马英九镜子里面的人 其实高广齐接任部长 早在去年一整年就已经传开 因为高广齐有位俗称马有有的弟弟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高朗 人事安排被说特别照顾 而且这次军方大风吹 七位上将换了六个 背后传出政治算计 国防局长的李强中 新任的国防部长高广齐 新任参考中长 把一个默其他的安排布局 有的人在走 成为点去到人和默其的人事布局 国军情治系统都是总统自己人 虽然高广齐接任部长 新奉从二级上将的十八万六千 缩水到十七万九 但是部长掌握军中人事大权 加上马总统上任至今 重大军事采购都是贬政府时期的 高广齐上任 据传出是放眼前建国造 庞大商机 阎明无意警下台 高广齐的人事案安排 不只照顾马家军 背后的政治算计 引发诸多联想 三点新闻 正好道 哇这军系呢一定要是自己的人马 这是马总统的一个操作 而另外来看呢 可是光是这些军工教呢 真的使得我们债台高足 这个年金再不改革呢 看到这样的数字 年轻人的未来 真正是错了蛋 好目前军工教的退付基金 高达三十八亿 那么二十年前藏的债务 有多少 十七兆耶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来看呢 已经到了今年 包括公教的教师呢 都已经出现了 有这个赤字的情况 好收支手箭红了 那光是军人的部分 已经连续四年 都是这个收支不平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到 公务员的部分 一百零四年 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怎么办 你看呢 这个在职的 像军人十三万多 结果退休的 我们就要养这么多 老师呢 十九万多 要退休的有九万多 那公务员二十九万多 退休十一万 好就是这些退辅基金呢 实在是呢 让我们这个债台高主 到底该怎么办呢 现在情况有多严重 带你来看 靠退休丢生活的 有十一亚个 看着照片里的兄弟姐妹 一头白发的成才人 是位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 每个月他领退休金 六七万 跟过去教书时 一模一样 但却越领越不安 靠着军公教年金 光他一个人 年龄八十四万 而他一家族 有十一位 都是军公教人员 十年下来 领走国库 快一亿 一退辅基金会 最新公布的绩效表 在职教育人员 有十九点二万人 但退休的 却有近十万人 付出去的退休金 就要两百二十四亿 收入才两百一十九亿 较少领多 赤字多达五亿 估计一百一十五年 就要宣告破产 这个制度有问题 可是也不是 因此就是去牺牲了 就是后来的人 这样子 这样我感觉好像 先来的人 就先想先赢的感觉 不只教师 军职人员更惨 赤字高达三十八亿 再两年就要破产 剩下的公务人员 今年开始也可能 将入不敷出 军公教教典 大人 军公教走上街头 谁也不愿意 还得为退休生活担心 但现行年金制度 二十年内 累积近十七兆 潜藏债务 其中军公教 就占八点三兆 再来就是劳保 政府再不重视 年金改革 最后落得辛苦的下一代 不知如何是好 三立新闻 吴杰成章 浩毅 尤凯如 台北新竹 采访报道 所以提到钱 真的是要斤斤计较 像这个 台北市长 柯文哲 就是如此 那么当初呢 他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不是说我只要花八千万吗 想不到后来一算 我来失控了 因为呢 他狂烧了一点三一眼 他看到这个数字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就说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后来去查发现 最后一个月呢 花了六千万 为什么去买广告 他就想到说 天哪 我才买那么一点点广告 就要花六千万 那我那个对手 那个连家 不是吓死人了吗 好 可是呢 他要自我检讨 所以来看一下 他要检讨谁呢 他就说为什么要花六千万 到底最后的活动 是怎么办的呢 他提到说 当时呢 在这个倒数黄金周的时候 不是有办活动吗 包括去建走 还有这个嘉年华卉 好 其中的这个建走活动呢 是由卡神杨慧如的 这个旗下的公司 给承包了 光这个建走的活动 就花了八百万 好 这部分呢 科幂就火大了 他就讲说 你当我是白痴吗 那当时呢 这个活动 民众也有交钱啊 你需要花到这么多钱 八百万吗 然后他明明是转给谁去包好 就是呢 给这个 他的活动组的副主任 这个姓董的这一位人士呢 那么去发包的 可是为什么 一包再包 三包 最后呢 包到了杨慧如 而杨慧如又是柯P的黑名单 所以柯P呢 就非常的火大 那火大怎么办呢 他总要处理 他就叫 他的这个官员 就直接走人哦 当时办活动的这个人呢 是 已经进到市政府的官传局 去当专门委员 柯P 一样 他呢 就是呢 就是论事 他就直接叫这个人 走人了 背影来看 你有多久 没听你的孩子说话 省天师天 柯文哲好不容易 点头买电视广告 账单寄来却 我说是 我好像穿 穿 穿 怕死人 这六甲的 公共会 说吃一千多万 开支到三千万 以前 背影开多少 每个心里有所 这不是 这不是五倍 不止广告被破表 选前黄青州市府前 感动高唱 白色力量 客吻着爱与拥抱 大游行 狂烧近三千万 三 二 一 开支 选前七天 颠覆传统 清晨万人大剑走 没送便当 还收支持者六百元 活动结算 竟然也花了八百万 看到了 选取葬葬 选择最后一个月光 活动支出就快六千万 一追查不得了 抓包当时活动负责人 后来延览入市府的董德玉 竟然将剑走活动 层层转包 还转给柯文哲 黑名单上的杨慧如 柯文哲气到李志县断裂 柯P杠上卡绳 听到对方名字 就变脸 通常一个人不想谈 就是他不想谈 所以我们等到礼拜六 会详细公布 公布序幕 实际上他是花了八百多 可是他也有将近七百万的报名收入 我对于这件事情 就像是当初柯P面对MG149的时候 他是用公布账目的方式来表示说 他是很坦荡的 一个下气腾腾 一个委屈喊冤 尽管双方各说各话 柯文哲依旧开除跟着近市府 才两星期的活动负责人 让他成为最短命公务员 杀鸡儆猴 告诫柯团队 夏令西文林副黄世霆台北做报道 好 刚刚我们看到柯文哲呢 他最后的选举经费 花了1.3亿 让他起来要死 那结果呢 这几个候选人当中 其实谁最省呢 发现了就是赖清德 他呢就是省钱一哥 他只花一千万以内 好 那么最后花钱呢 是林佳龙 他也是1.3亿 不过我们看到 最悲情的要算是游席 昆德花了六千四百多万 但是呢 因为之前大家看他选情不看好嘛 所以他要募款也很难 他可是把自己的房子 拿去抵押贷款的 然后不算掉 然后他说 从来没有选过这么艰困的 算机也算得这么艰困贵 党啦 朋友 大家都对我不看好啊 所以这个募不到钱 是很正常的 讲到选举经费就苦笑 参选新北市长的游席坤 支出部分都还没算完 初步估计就花了六千四百万元 当初选举学得好辛苦 还一度落泪 传出房子拿去抵押 还跟朋友见 没选上就算了 还背债 后来就没有钱花 因为已经花到自己的钱 就有先跟人家债啦 桃园市长郑文灿 当选前是挑战者 只能用最省经费 花最大效益 一场选下来 花了五千五百万元 主要用在活动跟宣传 面对现任的执政优势 那当然会募款募得比较辛苦 大部分的经费 那一半以上是靠小而募款 竞选很烧钱 台中市长林佳龙 结算花了一亿三千万元 高雄市长陈菊也花了九千多万元 不过算下来最省钱的当属台南市长赖清德 结算的结果是 总共花了九百一十二万 不到一千万元 浩森竞选省钱一哥 就是因为不设竞选总部不差竞选旗帜 没有选举看板 不用宣传车 一千万都花不完 赖清德不仅拿下七成选票 连竞选经费也不到千万 缔造选举传奇 暂地新闻综合部导 不然也是会改变的 像柯文哲本来说 不要什么提灯了 那这样小朋友很生气 所以还是有提灯 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灯 今天拿出来了 柯文哲还是闲的 说这个不像羊 说像牛 因为哪有羊的脚这么粗 然后现场小朋友都穿着 羊妹妹的服装来到这里 结果背景音乐是什么 嗡嗡嗡 这个完全不搭嘎 结果柯P就说 没人家会放这条 是故意要来跟我吐槽的吗 原来他的名字叫做 行飞 放大版杨年提灯现身 柯文哲开始研究起来 连手上拿的小提灯 也没放过 左看右看结论是 在比例设计上 感觉这脚比较粗 我看一看那个 好像那个如果按照那个 体格看起来比较像牛 不过还好是羊根脚 研究个老半天 柯文哲看羊年扫提灯的体格 像牛比较多 台北灯会提灯第一次 这么动感 羊妹妹的四只脚都可以动来动去 卡哇伊的幼稚园小朋友上台 和柯文哲一起当代言人 背景音乐一响 竟是柯文哲的最爱 嗡嗡嗡音乐一响 只见柯文哲一脸问号 终于忍不住 你们怎么也在唱嗡嗡嗡啊 这是来吐槽的 柯文哲说有立体造型的 可以站 坐 还可以跑 OK 好吧那 反正这也是文创业 那今年设计的不错 柯文哲忧自己一默 搞笑自我解嘲 不太爱过节的柯市长 反倒记得提醒大家 3月1号一起来抢小提灯 限量18万盏 试试柯皮人气 三立宿成员方欧玉环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要柯皮当代言人真的很难 不太会推销 更何况在民间 大家迎接洋年 还有很多这样的花灯 都是早前的 好 叶者在这时候 想先推出元宵花灯 结果广告单 却发现怎么花灯 造型怪怪的 卡通明星 这个Kitty猫 少了耳朵 笑咪咪的 Dolaemon 这个海绵宝宝 都变成了邪恶笑脸了呢 而另外艺人 马基尔的妈妈 这个月12号 因为癌症过世 今天举行告别式 这个马基尔 非常的难过 整个泪崩直呼 好舍不得 他想一直陪在妈妈身边 那么今天上百位艺人好友 都到二宾雷堂前 送马基尔妈妈 最后一程 好 在台北市选前 工商界人士大多挺连胜文 特别是台北市商会 理事长王应杰 那么现在柯文哲 变市长咯 没办法避免咯 今天两个人见面 被外界比喻为破兵会 那么会议中聊些什么呢 除了商业话题 还有城市交流 王应杰抛出 上海台北两地合作 柯文哲就延伸到 两岸合作 双方难得是有共识的 至于学运领袖 林非凡 他替光头了 因为明天要入伍当兵 白板写着忘你早归 男子头滴滴 不断惨叫 到底他是谁 他会夹头发 你想从来都可以 你相信专业 好 没问题 猛然抬头 坐着的居然是 学运领袖林非凡 怎么这么想不开 原来他29号即将入伍当兵 看看黄国昌老师 拿着电动剃头刀 有模有样 不过非凡却是 痛得拼命求饶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痛 好痛 昔日战友陈维婷接棒 也没有比较好 感觉好像兄弟复仇 下手很重 第一刀就想来个鬼剃头 只是忙半天 好像没什么进展 一群人瞎忙 一颗头花了20分钟 都没剃好 原来是电动剃头刀 用错边 真的很搞笑 比较之前看起来帅气十足 剃成大光头 看起来还真不习惯 有人说好适合出家 也有人说很有讲功的feel 非凡自己习惯吗 好凉 好凉哦 头顶五毛似乎感觉怪怪 不过相信他很快就会习惯 林非凡即将入伍 希望早点完成义务 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完成论文 往后才能心无旁骛 是否提前准备政治度 引发外界联想 三星主持人周一轩 高雄报道 台北国际电玩展今天开幕 刚好碰上寒假第一天 涌入了不少民众 那么这一次呢 有200个摊位将近 这号称是史上规模最大 现场辣妹跳舞连连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陈亚玲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